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是老胡的观众频道点评节目 那么今天我要带你来看的这个频道 非常有特色 我个人也很喜欢 我们看 这个频道的名字就叫杉杉 也是这个频道的主人公 这个封面做得非常棒 第一 它颜色上面立刻抓住了你 我在讲封面图的这个节目里头多次强调 第一个抓住我们的元素 就是大面积的一个背景的颜色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我这个黑暗模式 Dark Mode 这种深色模式里头 你看非常亮眼 对吧 这个颜色 然后主人公突出 这一行这样一个文字 非常清晰明了 这是杉杉的生活 这个生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当然第一 主人公特别 你看面容娇好 是美女 那么特别在什么地方 30岁开始 所以一看这个颜色造型 这样一个 轩辕式的这样一个标语 就非常有特色 那当然 唯一的不足就是说 如果你的目标观众都是 是中华文观众的话 那这个地方 也许用中文会稍好一点点 或者是中英文对照 这个是相当于是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 从这方面考虑 硬是给你挑点毛病 大概就这样 那这样 杉杉用这样一个名字 两边像做成这样一个 又不仅是文字 而且还是个图形 这个就妙了 所以这个频道名字 取得很棒 这个也有足够的个人特色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profile picture也很好 简介上面 过于的简略了 太过的神秘了 那么应该就是大概的介绍一下 个人的背景 要提供多一点点个人的信息 因为大家在你这个简介里头 但凡会点进这个页面的人 都想多了解你 因为这往往是很多人 在订阅你之前的一个动作 他到简介里头看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不要订阅这个频道 那这个就太过的简介了 应该多一点的信息 其实你在节目里头 已经表达了很多个人的信息 有一部分完全可以放到这个说明里头来 就相当于认识到 这个说明是一个自我介绍 最精简版本的 他不需要看你的视频 看到你的简介 他就觉得你有趣 抓住他 他会订阅你的频道 要以这样一种目的来写简介就对了 在YPP以前审批以前的话 更多一个考量就是说 那个审查你频道的人 他会看你的说明 所以有一些问频道内容存疑 就是原创程度存疑的这些频道的话 我往往会建议他非常注重一些说明这一块 然后你YPP批准以后 再来更新这个说明 变得更精简一点点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可以在说明区里头 跟那个YPP的审查人员传达准确的信息 好 这是等于是多余讲的 是给其他观众讲的听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在Social Blade里头 你可以看到总共63个视频 有3200的粉丝 观看量有27万 这个数据来讲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 转化力 转化力 总共量都不错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 这流量没了 怎么回事 好 我们等一下再看 先留一个悬念在这个地方 我们认识一下 三三 那么这个是他的频道的宣传片 当我讲频道宣传片的时候就指的是什么 不清楚的 我给你看一下 你到首页来 放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叫做频道的宣传片 就是这个片子 我们来看一下 叫做我在广州遇见 王家卫 广州 7,434平方公里 1,449万人 14条地铁 一钟之后 我来到了这座城市 福灵开几次之后 很快就会没味了 我冲去附近的士多 买了把傘 不过后来 又将它留在东山口的地铁站 我真的是一个操心大意的人 就好像 我常常将我喜欢你 错到成 你还喜欢我 来集之前 就好像 我从来都没想过 会以这样的方式 站在原地 看着你离开 如果这个视频 一定要在3分21秒结束 不管我怎么脑作下去 都很难续想 就好像 你说了再见之后 再都没见过 才是故事应该有的结局 我后来听说 你不知道应该对这个视频 作何感想 好 这就是他频道的宣传片 我当然快速的跳过 给大家看一下 你感觉一下 这个基调 并且他请到了大名鼎鼎的 金城武出演他的这个 科串他这个片子 超级文艺 所以他在这个方向 王家卫 我看王家卫的东西不是太多 我不太清楚 这个调性 我觉得应该是对的 颜色我不太清楚 是不是对 但是很显然这是属于一个文艺青年的这种调性 能够非常浓郁的感受得到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我很喜欢他的频道里面的片子 我看王家卫的东西不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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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这是一首MV 拍的是大龄分域女青年之歌 这歌我没有听过 但是我看他这个节目以后 然后就去看了一下 这个原来的这首歌 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珊珊演绎的非常到位 所以你看看他是有文艺青年的这样一个气质 喜欢王家卫 喜欢这样一个调性的东西 所以讲 其实每一个人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文艺青年的梦想 包括老夫到了这个岁数 还是觉得我自己的青春虚度了 原来的年轻的时候吉他弹得不够 然后诗歌读得太少 大概每个人心里头都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是会允许广泛的共鸣 在某一个阶层之上的 所以我讲这是 我为什么前面给大家看这两个视频 等一下我还回头来讲 好 现在我们回来解开这个谜 就是讲 为什么这样一个优质的频道 它的流量完全就崩塌了呢 我们看一个东西 给你看 用户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会列出最近的50个视频 这个频道总共60几个视频 63个 我们看一个东西 12月份 12两个视频 1月份 123 12月份 123 这个12月份 它这个排序有的时候有问题 1234 1月份的话 123 然后呢 11月份 两个 10月份 1233个 9月份 你看 两个 8月份 1234 4个 7月份 注意看了 123456 然后6月份 1234567 6月份和7月份的时候 就是这 就是流量 在峰值的那一段 7月份 7月份 你看看 5、6、7月份 前面密集更新的时候 每个就是 有一个月更新到6、7、7、7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那么就流量就比较高 现在呢 一个月就是两期三期这个样子就会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老胡经常讲啊 要尽可能的多更啊 那我觉得周更是一个最大限度的了 你要是一周才出一个视频的话 你应该就做的相当相当的精良了啊 应该是做出像刚才的MV 像这个文艺片这个样子 或者是做剧情这样一个片子了 如果是做不到那个东西 你不能讲一个星期做一期Vlog 那是显然是不行的啊 对 撑不起一个频道了 现在在这个 呃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视频出现了 有的人讲出现了下半场 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你你按原来这样子 那样的内容和那样的发布的节奏是完全不行了 现在都是因为大量的 我们讲PGC和UGC 现在大量的团队运作UGC的情况下的话 你再用一周一次的话 完全不行 你再优质都很难很难起来啊 所以这个是呃 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在最近的一年两年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其他的一些视频啊 是三三 今天跟大家聊一部热播的综艺 重风破浪的姐姐 好 这个重风破浪的姐姐 在热播的时候 这个相当于是这样 纯粹就是话题性的 这样一些内容啊 啊 或者讲是呃 蹭流量了 这些当然 这个就像新闻点评一样的这个意思 大家关心的现在热播剧 来进行一些点评或者分析啊 那这个当然是会有流量 你看这些就是比较高的 六万多次的观看 那个时候就是正正在高峰期啊 六七月份的时候 流量的高峰期 啊 这一类 之前就一直有网友说 想让我出怎么样 说把它总结下来 分享给大家 那我说的顺序就直接是一组一组的来 再来说下七人组 第一个组就是大碗宽面 好 我们再看这一期节目 重新再看啊 三十八点百度 有段时间我更新 好 这个题目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 这个片头 这个片头非常棒 这个是个Vlog 在英国发烧 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新冠的 这个紧张的时候 对吧 那么就发烧 大家这个就是悬疑 最开始这个片头 非常棒 大家讲怎么回事 这个珊珊是不是中招了 会关心呢 三十八点百度 有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有些观众可能知道 我闭关写论文 这个 那个片头 就接的不好 这是 我今天要单独 把这个小东西 把它拎出来讲 就是 这是很多人常犯的一个错误 在什么地方 你这个片头本身是很好 哇 我不管你认识 不认识三三的人 一看这个东西 现在疫情期间 这个人三十八点百度 怎么回事 这个悬念起来 起得非常好 然后紧接着讲 老朋友们 你知道我们就写文的论文句来 我很长时间没更新 这个掉 这个全面的悬念 build up 建起来的东西 一下子就崩塌了 就等于讲 讲笑话 没控制好 自己笑场了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节奏 不对了 完全 应该直接就讲三十八 然后就沿着发烧讲这个东西 那么 为什么讲这一段 中间前面讲的几句话 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话是给老观众讲的 你有多少老观众 你有多少粉丝 你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 你只有可能一千多 或者是两千 对吧 做一个频道 你永远都要面对陌生的观众去说话 因为做每一期节目 都是为了争取新的粉丝 而不仅仅是为了取悦老的粉丝 所以我要小题大做 特别把这样一个片头拿出来 讲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很多很多人犯的错误 都是讲老朋友 跟老朋友说话的口气 大家强烈要求我重做一期什么东西 你只对那老粉里头 一部分人这样的说 千万不要为你的老粉绑架 我用过这样的话 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思 一种忘记 把每一个人当陌生人来对待 但你说话和表达要极其真诚 但是你面对的是完全一个陌生的人 这样子才会讲的有效率 好 但是我没说的一点是 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烧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 这个地方就应该直接切到的第二个分镜 刚才讲温度计 那紧接切到这个地方就对了 你看所以中间有十几秒钟是废话 我们知道这个片头地方是最重要 前面30秒是很容易跑人的 基本上很多观看完成度差的人 都会在前面的30秒跑掉60%的观众 这是很可怕 很可怕的 不对 跑掉40%以上的这种观众 所以你看到你排名比较好的那些视频 都会在观看完成度会50%60%左右 前面30秒 好 这是讲关于肺炎期间的一些视频 这是一个体验虚拟难有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挺好玩的 大家愿意看 所以有将近三万的观看量 因为大家平时只听说过这个东西 不见得会真正花钱去体验 那么三三花钱体验了三个不同的 这样一个虚拟男友 跟他们聊了一下 然后分享这个经验给大家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王曼妮在30岁的时候选择了辞职到英国留学 那在现实生活中 30岁辞职留学 然后呢 我叫三三 即将31岁 去年辞职到英国留学 即将毕业 那在人生选择的7 32岁 上海人 学生成了同班同学 目前 也算是在一个体制内 好 这是一个采访 读书期间采访其他的留学生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节目 那么 为什么我给你看这些 这些不同的类别 再看最后一个 我等一下告诉你 欢迎告诉我好吗 最后一件 这是一个2020的回顾性总结的一期节目 最后这一点 就是2020教会我的道理 最后一点 好 我想给大家看这一段 就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样一个 看见这个三三做各种各样的不同类型的 这样一个节目 然后有这种比较严肃的 还比较文艺的 在严肃的这一端 谈到这个 像对待恋人一样 对待自己的父母 这个观点非常新颖 而且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这个你可以看到 亲情的作用 立刻就泪目 这种状态 一个 三三应该还有在另外一个频道里头 另外一个视频里头 看见她这个 控制不住的这个流泪 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流泪这样一个细节呢 这是最真情的一个流露 一个人能在镜头面前 这样子流出眼泪来 或者是 是一个真诚的最大的表现 也是对自己的接受 对自己的自信的一种表现 很多人总是要把一个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在 这个视频面前 然后就 这个发心是对的 最后导致了整个不真实 不真实就会跟观众有很大的距离 观众就觉得这个人装 觉得这个人假 就会有好多好多的问题 那么我做过 我自己做了一千多期节目的时候 我可能有一两次节目 在镜头面前有这样明显的这种感情的这种表露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一点都不后悔 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不是装出来的 是真实的 是在那个当下里头的一个真实情感的这种表露 是在那一刻过后和遥远的将来 我都会为这种真情的表露感到早 是一个真实的人 最真实的状态 我不觉得就是讲流眼泪或者是那个时候表情可能会不好看 或什么的 不用去在意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我在两年以前再三年以前 我不会去注意我也不会去讲到的东西 而我现在我会注意到这些东西 我并且会认为他这个东西比起的东西都重要 从技术而言来讲的话 珊珊她已经掌握了这种视频的这种图像表达的语言 他在剪辑 你看他能拍出王家卫这个风格的这种调性的片子 所以在具体的这些技术细节上 他已经没有什么 并不是讲他非常完美 没有进步的空间 而是讲他的下面 他现在的瓶颈 或者是他现在面临的挑战 并不是在技术上面 我相信他找我要点评 并不是讲我应该怎么调色 应该怎么样的收音 应该字幕或者是那些技术具体问题上 或者是封面图什么的 这个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在这个状态下 其实就是找到自己 我下面应该向这个世界讲述什么样的故事 现在我就要来讲这个问题 我们回到珊珊这个频道里看他的视频 好 你可以看他做穿搭 他可以讲从Zara 他买的这个 从Zara买的衣服穿给你看 然后动画片里头的人物的这种模仿的穿搭 讲大龄 刚才讲的总结 很严肃的 还有采访 刚才体育老师采访自由摄影师 然后一些景点的打卡 在伦敦满城 还有喝酒打牌 腐败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还有介绍一些生产力工具的时候 在生活和生产力工作APP的 还有理发 这样生活类的 还有就是 看剧的这一类的 乘风破浪的姐姐 这一类东西 你可以看到他涉猎的范围 非常非常广 很多 刚才看到他在体验这些虚拟恋人 等等这一顿 但是你注意吗 珊珊是一个30岁 辞职以后 重新去留学的 这样一个身份 那你看到他会把王家卫的 这样一个东西 放成一个频道的自我介绍篇 说明他在某种上 自己认为是一个什么 他底下还讲了很多大龄的这些东西 自认为是一个大龄的 文艺女青年 他给自己可能是贴这样一个 广泛的这样一个标签 但是现在做的这个内容 我认为 有问题 这些内容啊 不谈技术问题 不谈这个主题 你这些采访有问题 你这些这都没有问题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珊珊缺乏一个 额氏的标签 就是这个branded 这个IP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 现在 好 你三十岁去留学 哪硕士学位 毕业了 现在要一个工作 我现在不太清楚 你在工作状态 还是在 没找到工作 然后在滞留状态 还是什么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那 也许你在某个视频里都讲了 甚至我都可能看过了 因为我看这个视频 已经有将近一周的时间了 前前后后 所以我不太清楚 那么 你不要依赖一个观众的记忆力 你应该在这个内容的系列里头 直接就能展现出来 他扫一下你的封面图 就能知道 哇 这是一个怎么样有特色的 这样一片道 而现在 你这个标签 就是大龄 其实三十三十二岁 哪叫什么大龄 但是你表达出来的这种感觉 就是大龄 文艺 你青年 这个标签太过广泛 因为跟英国没有关系 跟你现在做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再举 如果讲 其他的标签 应该是什么 学霸 穿搭 达人 细经 吃货 叫做 小资 那些东西 你看非常具体的标签 老胡 做油管原线 油管导师 你看这个标签非常明确 而现在 三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签 能够贴上它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我不敢往家猜测 猜测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是不是就反映在这个地方 所以讲一个人做的内容 会反映 从某种方式上来 反映他现在的生存的状态 一方面来讲 兴趣积极广胖 什么都能做 穿搭也能做 这类节目也能做 在街头上面 唐人街上跟人聊天 陌生人聊天 也能做得挺好 那么 采访 人生感悟 都能做 样样做 那就别人 没有办法给你贴个标签 对吧 你是水管工 你就是水管工 你不要讲你又懂其他的东西 你围棋又下得挺好 跳棋又下得挺好 还能长跑 那些是你生活的完全的部分 没有必要全展示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我在油管园界的那里头 我就不会告诉你我读什么书 对不对 我喜欢哪个政治人物 我基本上不讲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三三线这个频道 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 你给自己打造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标签 而这个标签一旦是你最喜欢的 基于你的兴趣和基于你的能力 我不怀疑你有任何的能力 去专门做一个采访系列 或者探电系列 或者是做直播 或者是去体验 去打卡英国 甚至整个欧洲的这种地标 都能做得起来 但是你希望你的人设是什么样子 这个你要做出某种选择 然后在这个上面深耕 你是完全有这个能力 能够把它做好的 所以这是我给你的一个 我能给到你的一个建议 就是这一点 考虑你这个频道的下一步 你个人的人设是什么样子 然后在那个上面 把这个内容的垂直度把它做起来 然后增加更新频率 从每周最少一期开始 最好到两期到三期 像这种东西的话 能做到三期 应该就说足够的有密度 然后现在有足够的质量 这个频道 坚持做几个月的话 就应该会起来了 这是我的判断 好的 这就是我对珊珊这个频道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有一些技术上面的细节 我还看到一些问题的话 我就在这个节目里头 再打磨大家的时间了 我会跟珊珊在通过微信私底下 把那些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再单独跟她交流和沟通 好的 那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观众有什么意见 能够在留言区跟我交流 或者是在留言区里头 也可以向珊珊提出一些建议的话 我相信她也会到我的这一期节目底下来 来跟大家进行互动 好吧 鼓励大家去订阅和观看珊珊的频道和视频 谢谢 拜拜 感谢